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不怕停水 西甸东宋 五重七横 高速公路 全世界最好的 但是最深感动的是这个 2017年6月 世界经济论坛 他们写一篇文章 令人惊叹的事实 帮助你了解今日的中国 他说1990年到2005年 中国占全球 减贫的 四分之三以上 帮助世界的穷人 大部分是中国帮助他们 为什么有很多 中国不只是在中国 搞了很多事情 而且比如说那个一带一路 当时我自己很清楚 非洲的一些国家的情况 因为我老二跟他老婆 经常到非洲 治愿者做医疗 他告诉我不能到哪里 非常偏僻的地方 他们看华人在那边 搞一些事情帮助他们 中国六十年代 还是很多困难的时候 中国已经开始在那边 建铁路 帮助这些非洲国家 并不是说中国没有问题 当然有问题 我不是很天真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希望 也我觉得中国最大的变化 这些几十年 我觉得是现在中国人有信心 最大的 未来的机会 是起码 我也有信心 未来的会更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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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